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它是一个多边国际条约 旨在促进全球合作 以保护植物免受食营等有害生物的侵害 这些有害生物可通过国际贸易被引入和传播 食营对国际贸易构成严峻挑战 如果在水果中检测到食营 贸易可能会被终止 这就是为什么制定并在最近重新修订了 一套关于食营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原因 当一个国家需要出口水果时 这套标准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这套标准首先是关于寄主地位的第37号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关注的问题是一种水果是否为食营的寄主 换句话说 如果某种水果例如椰子 不宜受食营侵害 害虫不能侵染 那么该水果就不是寄主 可以直接出口 但是如果水果有可能被害虫侵染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水果是否来自非疫区 如果来自非疫区 那么可以被出口 如果食营在该地区存在 那么有关国家必须采取额外的植物检疫措施 以减少食营随寄主被引入进口国的风险 这一方案被称为系统防治方法 在系统防治方法中 出口国采取两项或多项独立的植物检疫措施 这些措施相结合 在确保出口高质量水果的同时 将水果贸易中有害生物的风险 降低到进口国可以接受的水平 有兴趣的各方 根据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或技术合理性 确定并商定贸易所需的植物检疫方案 该方案通过出口国和进口国 植物保护机构之间的双边协议来制定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的执行 使各国通过合理的措施 在促进安全贸易的同时 保护本国植物资源免受食营入侵的危害